全都是偶尔碰上的 在中学的时候呢 我的美术班主任 他的先生是在一个电视剧中工作 然后说需要大学生 可能就找到我们老师 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我就被带到了拍摄现场演一个大学生 那是第一次接触 后来考大学 本来是想考表演系 考了两年没有考上 然后在第二年同时又报了导演系 就这么开始了 我很喜欢单纯地去做一种事情 然后就一直做一直做 其实变成一种重复的 机械的一种东西 然后身体能量都会有转变 其实就像使用护肤品一样的 那时候也是突然就发现自己的皮肤好像有点问题吧 那这时候遇上SK2 第一次是从我的经纪人手上接到的 我觉得很润润的 也不干 也不油 就刚刚好 而且味道我还蛮喜欢的 那时候我现在是夏天 所以这种在脸上的感觉尤其重要 刚好连润肤露都省了 一开始我就这么想 好